这是化学纤维遇到明火之后的结果 直接粘在皮肤上 如果面积大的话 很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烫伤 这是羊毛遇到明火后的结果 你看一吹就没了 安全很多 老户外的话应该是非常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一类的自然纤维 2005到2006的时候 我在苏格兰训练 你们也知道那边山里的天气经常阴雨绵绵 身上永远都是湿漉漉的 我就纳闷了为啥我的同伴们 都不觉得冷都那么淡定 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当地人穿的都是羊毛制品 连内衣都是羊毛的 这种自然纤维 因为它的纤维结构的原因 即使在潮湿的环境下 依旧可以有很好的保暖性 像我身上穿的这种美利诺羊毛的贴身层 可以很好的吸汗排湿 它可以吸收高达自身重量35%的水分 而不感到潮湿 从而让你的皮肤保持干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防臭异味 大家都知道一旦潮湿的话 就很容易自身细菌 那么细菌来了之后 味道就自然来了 要是拿一件棉梯对比这样的一件毛梯 估计棉梯不用一天就臭了 但是美利诺的 我穿过五天没换都没有意味 外加上开头说的 祖然防火性能 可以给户外带来一份额外的安全感 毕竟在户外 火星奔道身上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尝试过 像这一类羊毛 不过来了 结实你vere好了 你帿軮器 都很想用 这一类羊毛 就找不要 甚至 不唯 那么 信号 空 ог 后 后 金 如果 团 seed 好不好